大家來看到總統賴新德出席的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致辭 那麼在這個部分告訴大家 在整場會議當中三個要點 會從居安思維有備無患 強化應變有事無恐 暗部就班有條文等等 三個核心的要點 好在這個部分說來建構 全社會防衛任性 總統說大家越團結國家越安定 那麼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會越安全 但是在這邊宣布了 包含了三個要點 五大任務還要培訓 40萬可是名利 現在也遭到批評 這個委員會現在是不是太上機關呢 這個40萬的名利是要聽委員會 還是要聽國防部 這個羅志強委員就說了 40萬的黑熊部隊 難道現在就是賴黃的御林軍嗎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專家也說了 這位是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的研究員接種 他就說 如果中層主権的國軍被突破的話 難道這個部分 大家還能夠來指望最後的保警 以及無武裝的保全能夠擋下來嗎 這是不是缺乏一個足夠的認識呢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520就職的時候他這麼說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到了925的演講 民主台灣跟專制中國互不隸屬 可以看到 那在這個前副總統呂秀蓮 針對在這個部分呢 也被問到說 賴清德就職首先先提到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再又說了 民主台灣跟專制中國互不隸屬 這樣一個說法轉變 好 呂前副總統說 站在現實面 如果呢 一開始 在這個部分 就民主台灣跟專制中國 互不隸屬 問題越少 政治敏感度就會少一點 可惜 這個是後來的智慧 那麼同時呢 他也說 在如果說兩岸的狀況之下 川普說為什麼要期待美國保護台灣 他認為說這句話才是最真的 要來備戰才能夠避戰 在2027之前要把握住 因為這很可能是跟到攤牌的日子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他也用了川普的話來告訴大家 同時也表示藍綠真的不要再對立了 現在民進黨身為執政黨 要開大門走大陸 政黨族群若是不和諧 兩岸如何求和平呢 好 現在賴清德來告訴大家 需要培訓40萬的名利 那對此內政部長劉士芳 表示40萬包含了什麼 警消 易警 易消 替代役 未來會著重在災害防救 治安維護的部分 但是也遭到羅志強委員批評 這是黑熊化的做法嗎 有意義嗎 真的可以防衛國家嗎 還不如先補足國防的預算 還有援額 民力的部分呢 這個是屬於根據民方法 這個業管的部門是屬於內政部 所以 部長也做了一些說明 這跟國軍的本身沒有 不是我 應該是說 這就是根據民方法 我們現在所統計出來的民力 大概橫跨 警消 易警易消 還有其他 我們包括的很多民間團體 也都算在內 因為在全社會防衛任性裡面 有一大部分就是處理大規模的救災 那有關替代役的訓練要延長 變成說是屬於這個比較專業訓練的部分 比較著重的地方也是分成 是屬於這個 災害防救 或者是這個資安維護這兩組 那災害防救 大家都知道 災害防救 還有災害防救 應該有的像EMT 這種緊急救護的計畫 那資安維護的部分也是一樣 譬如說無人機的訓練 都會放在我們的替代役的訓練項目裡面 賴清德 這個所謂全民防衛任性委員會 第一個重點 他是個黑機關 那某種程度其實也是把國防部架空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也顯現出賴清德本人 好大喜功的那一面 那凡事都想要來個御駕清真 那就是純粹就是把自己當清德中一樣 御駕清真 我們國軍志願役的那個原額 說邊然後跟你預期要能夠達到防衛國家力量的這個所謂的編主都不足 所以你不去誤本業 你搞一些黑熊化的一些做法有意義嗎 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你的本物是什麼 本物就是把你現在 該有的所謂的國防的預算 國防的原額 以及國防的我們講的是 部隊的那個編制規模 能夠達到所謂的防衛台灣的力量 那像你連這個原來該做的事都做不好 好看到總統賴清德 那麼今天召開了第一場的全社會防護委員會議 就宣布要來培養40萬名的名利 必要是要來支援軍事的行動 那大家就納悶了 現在要來培養40萬的名利 真的要開戰了嗎 那這些哪裡來 包含了公務的體系替代義男 明年開始在這個招訓延長為五天 總統賴清德親自召開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宣布全台要培養40萬名利投入防衛 總統講大白話 背後的目的必要是要支援軍事行動 建構全社會防衛任性的目的 嚇阻來犯的敵人 知識總統口中40萬軍事支援大隊 人力從哪來 國安會說包括公務人力 還有民間救災團體 現役退役的替代役以及警役消等 這是不是指全國二三十萬的基層公務員 都得投入防衛 以後也要參與訓練 民防法裡面有一個防護團 在救災體制裡面 縣市政府跟鄉鎮公所裡面 未來要再加強我們在橫向 跟這個垂直的整合 多少公務員納入軍事支援大軍 還不知道 但確定的是 替代役被役役難 將近二十八萬人 從明年開始 招訓天數要從三天延長到五天 但專家直言 被納入防衛體系的這四十萬人 幾乎確定就是要上前線 有一點想要將台灣打造成真主黨化 你動員了四十萬的人力 不經過訓練到戰場上只是炮灰 後行支援就是將這個彈藥搬到第一線戰場上面 忍受炮火的攻擊 運輸包括我們油料 車輛加油的作業 那又很可能敵人攻擊的首國的對象 政府忽然要培養四十萬的支援大軍 難道真的是戰爭進了 未來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到全民皆兵 百姓期盼兩岸透過對話交流來避戰 別讓國家往戰爭的邊緣越走越近 記者黃毅俊 王志涵台北採訪報導 國安局日前說提高對中華文化認同 是個統戰的手法 結果說法炸鍋了 大家狂轟按照這個邏輯 那麼源自於中華民族的中秋端午過年 是不是不要放假了 是年終獎金 這都是源自東漢時期 那麼教育專家就說了 如果真的要切割中華民族或是文化的話 大部分人恐怕得要先改姓 兩岸同根同源 難道非得走抗中路線嗎 國安局日前說大陸對台進行文化滲透 提高對中華文化認同就是統戰 熱天大的紅帽子全民戴不戴 中華文化是這個統戰 這是政府立場嗎 從文化部長到教育部長通通必談 應說認同中華文化就是被統戰 全網打炸鍋 偷紅如果不要中華文化 那是不是中秋端午和過年都不用放下 媽祖關公寶聖大帝也都不能敗了 照著說法各衡各業拜土地公拜祖師爺 原來就是被統戰嗎 我們的官員們還要愚蠢到什麼程度 台灣社會幾乎百分之一百 主體性就是中華文化 覺得國安局簡直是莫名其妙了 你抗中保台抗到後連文化都不要了 過頭了走火入魔了 你要統戰我還統戰你了 你怕什麼 想要把這個中華文化消除掉 那你要什麼文化來取代呢 網友嘲諷說認同中華文化是統戰的人 是沒看過競相團的威力吧 為了效忠配合政府 過年我就不發紅包 更有人翻出 連發年終獎金的習俗 也是中華文化留下來 最早出現的東漢被稱為蠟刺 根據漢官一記載 大將軍三公各錢二十萬 牛肉兩百斤 羹米兩百壺 再打算國安局為了不被統戰 是不是該以身作責來帶頭 那國安局這些張官 是不是從你開始年終獎金不要領的 民進黨可以創造歷史 但是不要毀掉歷史 不要任意就把跟你意識形態不同的東西 視為統戰 專家也跑轟多少人的祖先來自大附 這是擺明的歷史事實 政府難道是必百姓被阻妄中 還是我們都是從石頭蹦出來的 說要統戰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所有人先改姓了 因為那就是中華文化 所以請這些官員 腦筋清楚一點好不好 他們其實就是要我們被阻妄中 可是如果我們成為不中不孝的子孫的話 對不起我們對這個國家又如何盡忠 當意識形態成為治國防針 國家還沒走向光榮 恐怕先陷入自己製造的認知作戰 離鬧中 技術生物成真採訪報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